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022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经济法科目的高校抢学班。 那我们在课程的最开始,想通过两讲左右的时间来和大家做一个小白破宾课。 那对于刚开始接触到我们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学员朋友们, 不知道大家提到注册会计师,你能够想到什么。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两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大家看过没有? 那这个是几年前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做《欢乐颂》。 那在《欢乐颂》里边有关居儿和邱莹莹这样两个角色。 那他们在谈话中就说过,关居儿对邱莹莹说, 等你过了诸快考试就会不一样了,到时候你的月薪啊,起码翻倍。 当然,理想很丰满,这个时候呢,邱莹莹也非常的骨感, 然后呢就说了一个,你以为诸快考试有这么容易啊?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电视剧,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出来。 这个呢,也是前几年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都挺好》。 那在这里边呢,不但横火了苏大强。 那其实呢,苏大强的儿子苏明哲,那他呢,回到美国之后, 就和他的妻子聊了聊自己的弟弟和妹妹的生活境况。 他就说呢,苏明成现在和他的媳妇,也就是朱莉, 两个人的收入呢,还是不错的,属于呢,中上等。 说到朱莉,现在呢,是一个注册会计师。 所以呢,更多的例子,我就不多和大家举了。 比如说奇葩说呀等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影视啊, 综艺,其实呢,大家都会提到注册会计师。 那我相信,提到注册会计师的时候,大家呢,肯定会想到两点。 首先第一呢,就是注册会计师,他的这个收入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呢,是非常认可,觉得他的含金量会非常高。 那与之相对应呢,往往呢,可能我们也会觉得, 说注快的考试,其实呢,非常难,不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拿到手的。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注快的考试呢,他的含金量才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想呢,通过这四方面的问题, 帮助大家来完成我们这次的小白破宾课。 首先呢,我们想先和大家简单来聊一聊, 我们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他考试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二呢,想和大家来聊一下咱们考试的特点。 第三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经济法这个科目, 我们的学习方法和进度计划。 最后呢,再来回答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呢, 我们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他的一个考试政策。 那现在呢,我们的考试其实是分为了专业阶段和综合阶段两个阶段。 那这块,我们专业阶段呢,其实会考察六个科目, 分别是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经济法以及税法六个科目。 那咱们的考生只有在通过了专业阶段考试的全部科目以后, 我们呢,才能够去参加综合阶段的考试。 那在综合阶段,我们呢,只设置一个科目, 叫做职业能力综合测试。 当然,这一个科目,我们呢,会分为两部分试卷, 也就是试卷一和试卷二,来对大家呢,分别的来进行测试。 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政策, 就是非常六加一,也就是我们考生必须连过两关。 首先第一关呢,就是专业阶段, 我们必须呢,要在连续的五个年度之内, 通过全部的六个科目的考试, 这个时候才能够拿到我们综合阶段的一个入门证, 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综合阶段的考试, 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成为一名高大上的注册会计师。 那综合阶段呢,可能距离大家还稍微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现在还是把重点来放在专业阶段。 那前边呢,我和大家聊到过一点, 就是专业阶段的考试, 我们考生必须在连续的五个考试年度之内, 要通过全部六个科目的考试。 所以这块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也就是专业阶段, 我们单科考试成绩的一个有效期, 它其实呢,是五年。 那换句话说, 大家必须要在连续的五年之内, 通过全部的六个科目的考试, 我们呢,才能够取得一个叫做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书的东西。 那你取得了这个证书, 才能够呢,去报名参加综合阶段的考试。 所以在这里边呢, 由于我们专业阶段考试科目比较多, 备考周期非常长, 所以其实呢, 大家往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说谈到柱块考试, 往往我们就要想到的是, 咱们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来通过专业阶段的考试。 那具体的每一个复习备考的年份, 我们又应该呢, 如何搭配这些不同的科目。 好,那这块呢, 等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来聊到, 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进行科目之间的搭配。 那我们首先呢, 先把这个问题按下步表,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筑块考试的方式。 那不同于呢, 我们国家现在的高考和考研, 我们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现在采用的是B卷计算计划的一个考察方式, 所谓的计算计划的考试方式, 通俗的来说, 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个机考。 那这个机考呢, 其实有一点点像什么呢? 有一点点像你在去参加这个驾照考试的时候的这个科目一, 就是呢, 所有的人都坐在一个机房里边, 就像一个网吧一样, 每个人每个人挨的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近的, 我们呢, 会在计算机的终端来获取这个试题, 然后进行作答, 并且呢, 提交咱们的答题结果。 那和我们这个考驾照的科目一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们筑快的考试, 它其实呢, 是会存在主观题的, 也就是不仅仅是客观题, 那如果说涉及到主观题, 其实呢, 就需要咱们考生是需要运用键盘来敲击, 并且来完成作答的, 所以呢, 这块它就会导致我们筑快它的考场上, 其实呢, 不会像高考和考研一样安静, 因为高考和考研, 它其实呢, 还是一个比试, 那比试的时候, 其实呢, 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夸张一点说, 一根针掉到地上, 我们都能听得针针的, 所以说这块呢, 它的考场是很安静的, 但是呢, 到我们筑快考试的时候, 它其实更像一个网吧, 也就是每个考生和每个考生距离很近, 然后呢, 大家都是稀里啪啦的, 在敲击键盘来进行作答, 所以说如果平时咱们的一个学习环境, 或者说我们的学习习惯, 相对于呢, 是比较依赖这种非常非常安静的一个环境的话, 那请大家呢, 做好思想准备, 你在考场上面临的这个环境, 可能会稍显操杂一些, 它不可能做到一个百分之百的非常的安静, 所以这块是需要大家呢, 在我们正式的参加考试之前, 你就必须要做好的一个思想准备, 而且呢, 有的时候你还要不得不提防一些考生, 那经常呢, 我在网上去上网的时候, 就会看到, 在微博上有一些考生就说了, 说考的啥其实不重要, 很多内容我也不会, 但是呢, 我就故意把这个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的特别响, 以期能够达到对其他考生的一个威慑作用, 所以如果说, 您在考试的时候旁边刚好碰到了这么一位大宝贝, 那这块的话呢, 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 不要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好, 那这块呢, 就是计算机化的考察方式, 可能呢, 在这些复习备考, 特别是考试的时候, 会给我们考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影响和体验, 当然呢, 计算机化的一个机考, 其实对于我们考试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等会儿呢, 我会和大家进一步的来分析, 那我们考试由于涉及到一个主关题的问题, 所以这块的输入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按照我们中中协官方的一个口径, 我们的考试系统是支持五种输入法的, 那这块呢, 大家也可以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就是在平时复习备考中, 如果说我们官方的机考系统, 所支持的输入法, 没有咱们平时比较熟的, 那你可能呢, 还是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 然后呢, 在平时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训练, 但是呢, 我觉得它这个官方的考试系统里边, 所收录的这五种输入法, 应该是涵盖了我们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主流的一些输入法, 但是呢, 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性的问题, 就是人家官方并没有说, 我这个输入法一定是最新版的, 所以说呢,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这个输入法本身是这几种输入法, 但是可能它的版本不一定是最新的, 这个呢, 也请大家做好一定的思想准备, 好, 那另外, 我再给大家呢, 提个醒, 就是随着咱们的一个机考, 那其实呢, 随着筑块, 报名人数的越来越多, 所以呢, 能够符合条件的考场的承载力, 它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呢, 在一些个别的地方, 在个别的考场, 这个时候大家所使用的计算机, 它不一定都是台式级, 也就是有可能, 您其实是会在笔记本电脑上来参加考试的, 那这个笔记本电脑来参加考试, 也会对咱们考生的一个作答, 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第一, 一般来讲, 笔记本电脑它的屏幕呢, 都不会特别的大, 可能14-15寸, 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尺寸了, 那这块呢, 和台式机动辄20几寸的屏幕, 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那另外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如果用台式机来参加考试, 我们用到的是一个全键盘, 也就是包括数字键盘在内的, 而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流的笔记本电脑, 它其实呢, 不是全键盘, 换句话说, 对于数字的一个敲击, 可能就不如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全键盘, 来得这么方便, 那在这个时候呢, 也请大家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 那你比如说像会计, 采管, 税法, 这样一些呢, 比较涉及到较多数字输入的一个科目的话, 可能也会影响咱们考生的一个发挥, 所以请大家呢, 特别注意好这几方面的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咱们考试的基本情况, 那首先呢, 如果说咱们想去参加主块的一个考试, 那首先第一步, 肯定呢, 还是要去报名, 那通常来讲, 参加呢, 注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考试的报名人员, 应该呢, 是在当年的四月份左右, 当然这个呢, 只是根据历年的一个情况, 给出的一个推断, 具体呢, 还要以2022年, 我们官方的通知为准, 那一般来讲, 都是在当年的一个四月份, 通过呢, 我们官方的这个考试报名系统, 来进行报名, 那在这里边呢, 请大家注意这么几个点, 首先第一点, 我们这个报名系统呢, 其实像我们自然人一样, 那我们平时也会有上班和下班, 所以它这个报名系统, 其实呢, 不像我们以为的, 是7乘24小时的工作, 那别人呢, 也是有上下班, 甚至是节假日的, 所以说它的一个开放时间, 是早上的8点, 到晚上的8点, 而且通常来讲呢, 每年的4月份, 有可能会涉及到, 咱们清明节的小长假, 往往在小长假的这个期间, 人家这个报名系统, 也是非常任性的, 它也是要过小长假的, 所以小长假期间, 也是要关闭的, 这点呢, 请大家去注意一下, 好, 另外, 我们谈到的这个报名, 请大家一定呢, 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报名, 其实呢, 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 就是注册, 并且填写报名信息, 第二步呢, 是资格的审核, 第三个步骤是交费, 换句话说, 只有咱们考生, 你把这个费用给他交了, 这个钱花出去了, 才能够踏踏踏实实的认为, 我们终于完成了报名这个动作, 所以这时候呢, 大家不要以为说报名, 我只是填了相关的信息, 这个就算报名成功了, 那其实呢, 一定要记得把报名费给交一下, 好, 那这块呢, 大家再注意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说起来不是很大, 可能我谈到的时候, 有些同学也会不以为然, 但其实每年呢, 在这上面吃亏的, 还真的不是个别人, 也就是大家在复习备考的过程中, 可能呢, 你会有自己想好的一些科目, 那这时候, 等到四月份报名系统一开, 大家呢, 可能就着急忙慌的, 进去报名了, 那在这个时候, 你再着急, 我们复习备考的时间再保贵, 请大家一定认真的去选择你的报考科目, 不要有错选或者漏选等情形, 因为中注鞋的这个报名系统非常的特殊, 一旦你报名成功之后, 你是不可以再增减变动的, 比如说你报了会计和经济法, 你想再加一门税法, 那你注意, 如果报名成功以后, 你是不能来增减变动的, 所以呢, 在选择报考科目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一定要认真地选择自己的报考科目, 不要有错选和漏选的情形, 那每年, 其实呢, 做驻快辅导也有这么多年, 每年在打印准考证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经济法的考生跑来和我私信, 说老师, 我怎么打印准考证的时候发现, 居然我没有报考今年的经济法, 也就是他以为自己报的是会计和经济法, 等打印准考证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自己报的是会计和税法, 那这时候你经济法, 你复习的再好, 也是复习了一个寂寞, 因为压根, 你连上考场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说呢, 这块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 它不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呢, 你在去选择科目的时候, 认真仔细的多核对两次, 其实呢,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如果说这个环节你不重视, 造成了一些闪失, 其实影响的可能就是你一年的复习备考时间, 所以呢, 其实对于大家而言, 在这个环节上, 咱们多花几秒钟, 我们适当的慢下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所以在这里, 一定呢, 提醒大家一下, 在选择报考科目的时候, 一定是认真, 认真, 再认真, 好, 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交费的问题, 这个呢, 我也喜欢把它叫为是报名冷静期, 因为呢, 我们筑块,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年的四月份报名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是雄心万丈的, 但是呢, 往往随着咱们, 复习工作的一个开展, 可能到了六月份, 甚至是呢, 到了考前, 往往就进入到了一个复习的深水区, 大家呢, 就进到了一个倦带期和懈带期, 这个呢,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进到这种倦带期和懈带期, 它其实呈现出非常强的两极分化, 基本上能够有40%50%的人在这个阶段非战斗减远, 也就是他自己就放弃了这个科目的一个复习备考, 都不用等到去上考场, 那其实呢, 这样子对于整个公共资源是会造成一定的浪费的, 因为如果你报名并且缴费成功, 那作为一个考试的主办方, 他势必就要为您去安排相应的考场和座位, 即便说您将来不会真的踏上考场, 但是呢, 这个考场, 这个机位是必须要给您来进行保留的, 那随着最近几年, 我们考试报名人数越来越多, 其实呢, 社会上能够提供出来的符合条件的这个机位, 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说呢, 咱们的这个承载力就有一点点不堪重负了, 所以呢, 从2021年开始, 中助协官方开始引入了一个叫做报名冷静期的东西, 我们以2021年为例, 那其实呢, 大家在去填报信息, 去选择报考科目的时候, 其实呢, 是发生在4月份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不是说审核过了, 您就可以立即马上的去交钱了, 它呢, 要让您冷静一段时间, 我们报名交费的工作是放在6月15号到30号, 那其实呢, 言外之意, 也就是说, 如果您在15号到30号交费的这个时间点, 您已经说放弃了, 不准备参加当年的一个考试了, 那这时候呢, 您就不要去交钱了, 于您而言呢, 省了一笔报名费, 于中中邪而言, 它可以呢, 减少这个对于考场和报考机位的一个消耗, 其实呢, 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呢,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报名冷静期, 但是呢, 这个系统其实本身, 或者说这个概念, 它在执行的时候, 也稍微呢, 会有两个小问题, 那在这块, 也和大家简单的交流一下, 首先第一, 就是你这个报名冷静期设置的初衷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在交钱的时候, 它其实又过于刻板了, 也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咱们屏幕面前的小伙伴, 我们在报名的时候, 可能报个会计, 税法和经济法, 一般来讲呢, 我们的考生在报名的时候, 还是雄心万丈, 非常有自信的, 所以呢, 我们选择了三个科目的一个报名, 好, 那接下来, 经过了两三个月的一个学习, 可能呢, 到六月份的时候, 您就已经发现, 说会计的一个学习啊, 对于时间的消耗是非常多的, 这个时候可能当初, 报名三个科目, 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所以呢, 几经权衡, 您可能就会觉得, 说会计和经济法, 可以呢, 在我们今年去保一下, 但是呢, 这个税法可能就选择放弃了, 那这时候, 其实一年通过两个科目, 那算下来的话, 三年完成专业阶段的考察,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进度了, 所以呢, 您就打算放弃掉税法科目的一个报名, 然后呢, 仅仅来参加会计和经济法, 但是呢, 等到交钱的时候, 进系统, 你就发现了, 这个系统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您就把三个科目的钱, 全交掉, 要不呢, 您就三个科目的钱, 一分也别交, 所以其实这个报名冷静期, 设置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呢, 真正在执行起来的时候, 稍微呢, 有一点点死板, 应该说, 我谈到的这个情况, 是绝大多数考生会面临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我仅仅进行的是部分放弃, 而不是全部放弃, 那为了应付这种局面, 我们考生呢, 只能选择把全部三个科目的报名费都交掉, 那这时候, 您已经放弃的税法, 其实呢, 也交了钱, 中助协呢, 也要给您准备相应的一个考试期位, 所以说, 其实这个报名冷静期设计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呢, 在执行层面稍微有一点点刻板, 可能呢, 不会起到他当初设想了这样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呢, 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其实就是, 往往我们四月份报名以后, 大家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热火朝天的一个复习备考的过程中, 那有个别的马达哈的学员, 有可能你在六月份的时候进入到复习的一个热火朝天的阶段, 你呢, 就不怎么上网, 不怎么关注各种各样的一个信息, 这时候好死不死, 就真的把六月份要去交钱这件事情生生的忘记了, 好, 那在这个时候, 您复习的再好, 由于呢, 您没有交费, 那问大家一下, 您有没有完成咱们的报名工作, 注意, 没有, 因为你还没有交钱, 所以说这块呢, 报名工作没有完成, 所以说其实对于当年的您而言, 您是压根连去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的, 所以说这里边呢, 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另外呢, 就是我前面和大家谈到了, 说这个报考课目, 一经选择, 它是不得进行任何增减变化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交费期间, 其实仅仅能做的就是交钱, 换句话说呢, 在交费期间, 比如说我想改一下报考的科目, 比如说我本来是在北京报的名, 我能不能改回老家去, 那这样的一些事情, 都是不能做的, 包括咱们报名的一些相关信息等等, 这些通通都是不得来进行更改的, 好, 那这个考区的事呢, 大家也稍微知晓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呢, 是由于2020年的时候, 在个别的地区,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我们呢, 当年可能是取消了当年的考试, 那这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考区, 就稍微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在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说2020年, 您报的是北京考区, 那北京当年呢, 是取消了这块考试, 但如果说您是报在像重庆, 成都, 这样的一些南方的城市, 您就能够参加当年的一个考试, 但是呢, 这块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还是呢, 不建议大家做过多的一个流动, 您呢, 就在自己的一个经常居住地, 咱们平时在哪里工作和生活, 我们呢, 还是就地参加考试, 那这块不要给国家添乱, 好, 那在这里呢, 关于考区的一个问题, 大家呢, 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 就是关于这个报名费, 一旦交了以后, 我们呢, 是一概不予退还的, 这个稍微知晓一下, 好, 那接下来, 交完了钱以后, 那就可以踏踏实实地, 来开始复习备考, 那等到考钱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下载咱们的准考证了, 那这块呢, 2020年的考试安排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仍然呢, 是以2021年为例, 给大家来进行讲解, 那2021年, 我们呢, 考试它的一个准考证的下载时间, 是2021年的8月9号到24号, 那它也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 它是有下班时间的, 好, 那在这里, 稍微呢, 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 就是呢, 2021年, 驻快的考试时间, 是8月的27, 28和29三天, 你发现一个细节性的问题没有, 就是我们的考试是到27号才开始正式开考, 但是呢, 准考证的一个下载日期的截止时间是24号, 那这个呢, 也会突破一些有拖延症的小伙伴, 你的一个想当然, 因为呢, 其实对于现代人而言, 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拖延症, 刚开始去下载整考证的时候, 大家呢, 往往也不是特别着急, 非常的佛系, 那您想的是, 只要是在考试的前一天, 我去下载和打印的整考证, 不就得了吗? 每年都有这样的小伙伴, 他拖到考前的最后一天, 再去做这个事, 结果发现, 好死不死, 这个机考系统已经关闭了, 也就是如果您渗到25或者是26号, 考前的一两天, 再想去着急忙慌的打印准考证, 那这时候不好意思, 准考证已经不可以再下载了, 所以这块呢, 每年在这个地方, 也会坑掉一部分人, 每年都有这样的, 复习的特别好, 结果呢, 忘了打准考证, 那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 请大家呢, 一定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既然说, 你想来参加咱们驻快的考试, 那这块呢, 必须要适应它的一个游戏规则, 那这块呢, 在打印准考证的时候, 我会建议咱们的考生, 你不要那么环保, 你稍微呢, 多打印几份, 比如说书包里放一份, 钱包里放一份, 是不是衣服口袋里, 我们再放一份, 反正这个准考证呢, 是你自行进行打印的, 所以说呢, 多打印几份,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另外呢, 我会建议大家, 在你的比如说电子邮箱, 或者是网盘里边, 你呢, 再去存一份电子版, 说万一, 在考试当天, 你出家门比较着急, 忘带准考证, 那这时候呢, 由于我们有电子版的, 你也呢, 不用特别的去着急, 也不用回家去重新, 取这个准考证, 就坦然的走到呢, 咱们的考场, 通常来讲, 咱们的考场呢, 都会在大学里边, 然后大学的周边呢, 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打印店, 那你去这个打印店, 直接呢, 重新打印一份, 我们事先保存在网上的这个准考证, 其实呢, 对于你参加考试, 是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这块, 关于打印准考证的问题, 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两点, 首先第一呢, 就是你不要有拖延症, 不要拖到最后一刻, 再去打印, 因为我们打印准考证的一个截止日期, 并不是截止到考前, 它其实距离考试有一段时间, 就已经关闭准考证的下载通道了,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尽可能的多打印几份准考证, 然后呢, 在网上去存一份电子版的, 好,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关于准考证下载的问题, 那其实呢, 你会发现, 筑块考试, 从这个报名到准考证的下载, 已经是满满的套路, 各种各样的坑,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严阵以待, 好, 接下来, 我们呢, 来看一下考试时间, 那前面谈到的是, 我们终于辛辛苦苦地打印出来准考证, 那紧接着呢, 就要去踏上考场了, 那这块呢, 由于2022年, 我们考试的一个整体安排还没有出来, 所以这块仍然是以2021年为例, 给大家呢, 进行一个讲解, 那在这块, 我们2021年的一个考试时间, 它其实呢, 比之前, 我们筑块的考试时间, 还是呢, 足足地提前了两个月, 也就是2021年, 我们呢, 是在8月底, 也就是8月的27, 28, 29, 三天, 来进行我们筑块的考试的, 那这块呢, 估计, 2022年, 应该呢, 会紧跟2021年的这么一个考试的时间安排, 估计呢, 也还是会在8月底来进行咱们的考试, 那这块呢, 放在8月底, 其实它的一个好处, 也是呢,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因为呢, 你像北京这样的一些城市, 如果说你等到高校都开学以后, 有可能呢, 咱们的住学, 就没有办法借到这么多的一个考场, 因为高校呢, 平时还是实行的分闭管理, 那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人员, 是不可以随便的进入到高校去的, 所以有可能呢, 我们这个筑块的考试, 你等到9月份高校开学以后, 再来举办的话, 可能呢, 不是特别的顺利, 搞不到考场,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筑块考试就提前到8月底来举行, 赶在高校开学之前, 这个时候呢, 能够保证, 说咱们的考生能够顺利的踏上考场来参加考试, 所以这块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咱们的考试时间问题, 那另外呢, 就是由于现在已经是8月底来进行筑块的一个考试, 所以大家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一个复习备考的时间安排, 我们要在什么时候来开始咱们基础阶段的一个学习, 当然这个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报考的科目, 取决于自己的一个学习基础和咱们的学习效率, 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 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梳理清楚, 说最后上考场究竟是什么时间, 我们呢, 来倒排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安排, 好, 那在这块, 我们简单的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2021年它的一个考试的时间安排, 那非常有特色的就是, 对于6个科目里边, 那除了审计和战略以外, 其他的4个科目, 其实呢, 都要举行两场考试, 究其原因就是我说的, 报名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呢, 能够提供出来的考场和机位, 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说呢, 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可能就会分成两个批次, 比如像会计, 税法, 经济法, 和财务成本管理, 我们呢, 都是分成两个批次来对它进行考察的, 那对于我所主讲的这门经济法科目, 它其实呢, 都是放在咱们傍晚的时间, 所以这块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经济法的考试时间, 分别是呢, 8月27和29号, 下午5点到晚上7点, 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其实是蛮尴尬的, 所以呢, 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你可以平时呢, 稍微去回想一下, 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大多数的一些上班族而言, 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7点, 这可能呢, 并不是咱们学习的黄金时间, 对于这个时间, 往往可能就是我们在办公室摸摸鱼, 准备下班的时间, 又或者呢, 是从工作单位到自己家里边的一个下班的通勤时间, 那还有可能呢, 是在家里做饭, 吃晚饭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点, 你怎么来看, 它都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黄金时间, 但是呢, 没办法, 因为住快, 我们有6个科目的考试, 所以呢, 它的一个考察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 我们都是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来进行考察, 所以呢, 对于经济法复习备考的考生, 你就需要特别的注意, 特别是在我们考前的最后一到两周冲刺的阶段, 建议大家呢, 稍微去调整一下咱们的作息, 调整一下所谓的时差, 我们呢, 尽可能在晚上五点到七点的这个时间段, 我们呢, 就来学习经济法相关的一个内容, 这样子呢, 可以保证在考场上,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的大脑对于经济法的知识呢, 它是比较兴奋, 比较敏感的, 这时候呢, 有助于咱们在考场上可以超水平发挥, 做到轻松过关, 那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考试时间的问题。 好, 那如果说考完试了, 那这时候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呢, 什么时候出成绩, 那通常来讲, 我们的考试成绩呢, 是在考试结束后的两到三个月内来进行公布的, 那以2021年为例, 我们呢, 是在8月27、28、29来进行考试, 那我们中中协官方给出的一个成绩通知的一个日期呢, 是在11月的下旬, 我们可以通过登录报名系统来查询自己的成绩, 并且呢, 下载打印成绩单。 好, 那这块, 请大家呢, 再注意一下疫情防控的问题, 就说前面谈到的, 还是呢, 鼓励大家就地报名, 减少呢, 不必要的一个流动。 好, 那这块是关于疫情防控的一个需要, 比如说呢, 随着新冠肺炎, 越来越和我们全人类这种和谐相处, 可能在参加考试之前, 比如说, 该打疫苗的, 要去打疫苗, 该去做核酸检测的, 我们呢, 去提供核酸检测的证明, 比如说呢, 在考场上, 比如要求咱们佩戴口罩, 我们呢, 就去佩戴口罩等等。 好, 那这块, 大家呢, 注意一下, 说要满足所在地区, 疫情防控的一个要求。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我们筑块历年, 专业阶段的一个报名人数。 那由于呢, 我们在录制这个课程的时候, 2021年的一个报名人数, 中中协官方呢, 其实是并没有披露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边给大家展示的, 只是截止到2020年的一个数据。 那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在过去的这五年, 甚至是更多年份里边, 其实呢, 咱们筑块考试的报名人数, 它其实呢, 是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增长率的, 也就是每年都会一步一个脚印的, 有一个稳步的提升。 那在2019年的时候, 甚至呢, 达到了惊人的169万之多, 也就是将近170万。 如果再算上咱们综合阶段的考生, 这个报名人数, 妥妥地突破170万。 好, 那这块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那为什么2020年, 这个报名人数变少了? 那主要呢, 是因为2020年, 在个别的地区, 我们这个考试呢, 由于新冠肺炎取消了, 所以呢, 它的报名人数会变少了。 但是呢, 其实, 如果说你剔除掉, 我们这个考试取消地区的一个影响, 应该说呢, 这个报名人数, 肯定是会往上走的。 所以这块呢, 请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一下, 我们筑块考试, 它的一个报名人数, 现在呢, 基本上也就是150万到200万之间的这么一个基数。 那这么多的一个报名人数, 其实呢, 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来, 我们注册会计师, 它的一个含金量, 和在社会上的认可度。 好, 那讲完了咱们的一个报名人数之后, 肯定呢, 大家最为关心的, 还是我们这个考试, 它的通过率究竟如何? 那这个呢, 相信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那在这里呢, 还是解读数据之前, 我们有必要呢, 来澄清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 其实呢, 这个通过率, 是只有中注协来掌握, 所以说,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数据, 是取决于中注协, 对于数据的一个发布情况。 那按照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 公开出版的这个信息的话, 我们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数据, 是只能拿到截至19年的, 那它呢, 主要是出自于中注协考试部, 所发布的2019年, 注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考试的分析报告。 那换句话说, 2020年和2021年的一个考试数据, 目前呢, 我们官方是没有把它进行一个公布的, 所以这个呢, 是和大家首先交流一下, 我们的这个年份, 为什么只截止到19年。 那另外呢, 还要和大家来沟通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通过率, 它的一个计算口径的问题, 那究竟这个通过率, 是如何来计算的? 好, 那在这块, 如果说想计算出通过率的话, 那我们的分子肯定呢, 是通过这个考试的人数, 这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现在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分母, 我们如何来对它进行界定? 那在这儿呢, 给大家两个选项, 大家也可以来帮助我判断一下。 首先第一个选项, 我给到大家的是, 所有报名参加这个考试科目的人, 来作为分母, 也就是报名的人。 好, 那第二个选项是, 真真正正坐在考场里边, 参加考试的人, 作为分母。 好,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选取分母的时候, 两个不同的口径和方法, 这里边呢, 没有对错, 但是我需要和大家澄清的是, 对于我们注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考试, 中中协官方发布的这个通过率, 他的一个计算口径, 是以真真正正踏上考场, 坐在考场里边参加考试的人, 作为分母的。 那换句话说, 您顺利地完成了报名, 但是选择不去参加考试的, 这部分小伙伴, 说的直白和通俗一点, 那您是连做分母的资格都不存在的。 所以说这里边大家不要看到, 说百分之十几, 二十几, 甚至是百分之三十几的通过率, 看起来好像非常高,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呢, 按照我们之前掌握的一个数据来看, 从报名到参加考试, 基本上来参加考试的学员的比例呢, 大概也就是40%到50%左右, 应该说呢, 参加了报名, 会有一半甚至是一半网上的人, 是没有来参加考试的, 所以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如何来界定这个通过率的问题, 是这些踏上了考场, 参加考试的人, 他才有资格作为咱们的分母。 好, 那探讨清楚这个通过率的一个界定以后, 那我们呢, 再来简单的看一下六个科目, 那这六个科目呢, 从13年到19年, 我们算一下通过率的平均值, 那它呢, 还是能够反映一些问题的, 那在这里边,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从通过率, 来作为这个考试的一个难易程度的表征指标的话, 那哪一个科目的通过率最高, 也就是最简单, 那哪一个科目的通过率又是最低, 或者说呢, 最难。 好, 那这块呢, 考察大家的时间到了, 大家可以来稍微去分析分析。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呢, 揭晓一下答案。 首先, 通过率最高的, 其实呢, 就是我本人所讲授的这个经济法科目, 我们稍微会比呢, 战略科目高了一点点, 稍微咽压了一下战略科目, 我们整个经济法科目, 是筑块6个科目考试里通过率最高的, 其中呢, 单年的一个通过率的最高值, 也出现在我们这里, 也就是19年的经济法, 通过率达到了惊人的33.56%, 那换句话说, 在三个踏上经济法考场的小伙伴, 基本上就有一个人, 能够顺利的通过咱们的考试。 好, 那这块呢, 是说, 从通过率的角度来看, 我们呢, 会觉得可能经济法相对来讲, 会比较简单一些。 好, 接下来, 再看一下通过率最低的科目, 是谁? 好, 那在这里呢, 也不多和大家来卖关子了,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通过率最低的应该是会计, 那这个会计, 我们这么多年的平均通过率, 连20%都没有, 只有17.49%, 应该说呢, 会计科目是整个六个科目里边最难的。 好,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只是从一个大的方向上, 来给大家说一下, 说哪个科目可能您会觉得最简单, 哪个科目可能呢, 您会觉得最难。 当然呢, 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数据上的分析, 可能具体到每个同学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学习和特点, 可能我们不同的人, 对于不同的一个知识, 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您是学偏文科, 也就是高中是文科上来的同学, 可能呢, 你会觉得像经济法, 像战略, 这样一些呢, 以文字表述型为主的科目, 那你会学得更有感觉一些。 那这首可能对于您来说, 会计, 财管, 税法, 这样一些呢, 以计算为主的科目, 可能就会比较难, 比较痛苦。 那与之相反, 有一些呢, 来参加我们祝快的考生, 甚至都不是学我们这种财经类的一个考生, 他可能就是一个理工科背景的一个学生。 那对于这类的考生而言, 往往呢, 他们会觉得像财管, 甚至是税法, 这样一个以计算为主的科目, 他们会觉得是属于比较简单的。 那对他们而言, 可能像审计, 像经济法, 像战略, 这种以文字表述为主的科目, 可能呢, 反而会呈现出比较难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难和意呢, 确实是因人而异的, 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和自己对于不同知识的一个敏感程度, 来进行界定。 好, 那除此之外, 我呢, 还要和大家提示一点, 说虽然会计, 看起来它的通过率呢, 会比其他科目都低上很多, 那这个我觉得两点原因。 首先第一点原因, 确实会计科目呢, 真的是比较难, 所以它本身自身的难度系数, 是在那里面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其实报考会计的, 往往呢, 很多是新手。 所谓的一个新手呢, 就是说, 大家对于这六个科目的一个复习备考, 其实呢, 很多同学, 在刚开始, 开始我们驻快的一个复习备考的一个慢慢长路的时候, 大家往往呢, 会在第一年选择会计科目, 所以说呢, 其实本身会计科目, 它天然的这个人口基数, 就会比其他科目更大。 你比如说像审计, 那很多同学呢, 往往是在我复习备考的中后期, 也就这六门课里, 我会把审计放到一个中后期的位置去, 复习备考, 但是呢, 往往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会选择会计, 那由于会计, 它这个报考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那有些同学呢, 可能学习方法不当, 或者是呢, 有些同学, 就是呢, 对会计不太敏感, 反正不管什么原因, 这个时候呢, 由于会计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所以这块呢, 分母上去了, 所以这个通过率呢, 可能就被拖累了, 这个呢, 也是有一定这方面的一个原因的, 所以大家呢, 还是理性, 客观的来看待我们会计课目的这个通过率,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科目, 非常值得大家警惕, 就是采管, 那其实采管绝大多数的一个通过率的数字, 不难看, 比如说像13年, 有26%, 你比如说像15, 16, 17, 18, 采管的通过率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呢, 能够达到说4个去踏上考场的小伙伴, 基本上能有一个人通过我们采管的考试, 但是呢, 采管这个科目, 它的难度啊, 不是特别的稳定, 你像14年, 你像19年, 虽然呢, 2020年的数据没有发布出来, 但是呢, 据广大考生回来之后回忆, 大家会觉得2020年的一个难度, 其实呢, 是朝着19年的这个水平去标定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个别的年份里边, 其实采管的难度呢, 是非常大的, 甚至是有可能10个踏上考场的小伙伴, 只能通过一两个, 所以这块呢, 大家也不要被这个所谓的平均数字给欺骗掉了, 因为这个所谓的倍平均, 你从平均数字来看, 其实采管的通过率甚至比税法还要高, 0.01%呢, 但是呢, 其实在个别的, 你在参加到考场上的时候, 可能你拿到的这道卷子, 给你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可能呢, 会和我们这个平均出来的一个大数据, 会稍微有一点点出入, 那在这里边呢, 也请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这块呢, 其实更多的, 谈到的是, 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 说这六门课的一个通过率, 那这个通过率呢, 我觉得对于考生而言, 一方面, 我们呢, 是有必要简单的对它进行一个了解, 还是要知晓一下, 但是呢, 这个通过率, 其实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去迷信, 因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 这个通过率, 其实对我们而言, 就是硬币的两方面, 一面天堂, 一面地狱, 那你能够轻松过关, 通过率对你而言, 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说今年不幸, 没有顺利的通关, 这个通过率对我们而言, 就是百分之零, 所以说呢, 这里边, 这个通过率, 它更多的, 只是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其实具体的每个人, 只要你好好学, 其实呢, 还是可以去顺利通关的, 那如果说你报名之后,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不认真进行学习, 即便是说通过率最高的经济法, 那请你注意一下, 毕竟您现在参加的是高大上的注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考试, 每一个科目, 它都不是充话费送给您的, 所以即便是简单如经济法, 您不好好的去认真地复习备考, 这个通过率呢, 也不可能特别高, 所以即便是简单的经济法, 你也要认真地学习, 其实呢, 就是我们国家的那句老话, 说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其实你说这些东西, 它有没有说超出正常人的一个理解范围, 那这块我们毕竟, 也不是在研究这个火箭, 或者研究原子弹, 没有这么高精尖的一些内容在, 它其实不会超越说普通人的一个理解范畴, 所以这块呢, 大家也不需要过于担心, 只要是你踏踏实实地, 认真地进行学习, 其实呢, 还是可以顺利地通过咱们的考试的。 好, 那当然, 为什么社会上呢, 会把我们的猪块考试, 传得神乎其神, 说它是天下第一考, 其实呢, 主要就是因为, 你看起来每个科目的通过率还不错,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如果说你要想最后顺利地拿到, 筑块的一个证书, 那我们是需要走两个阶段的, 也就是非常六加一, 对不对? 好, 那这块只有说六个科目, 我们全部通关, 您才有资格去报名综合阶段的考试。 那换句话说, 您是不是必须顺利地考过这六门课呀? 所以如果说你尝试着把这六门课的通过率做一个惩罚,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主要考试绝对担当得起天下第一考的美誉。 好, 那这块就是咱们考试的一个通过率的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还是想稍微带着大家简单的来聊两句, 我们专业阶段六个科目, 它们各自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对于刚开始接触驻快的考生朋友们而言, 应该如何安排我们的复习备考计划? 那这块呢, 还是给大家交代清楚, 我本人并不希望说直接简单粗暴地给大家一个结论, 大家呢, 也应该尽量地去摒弃这种拿来主意, 我们呢,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大家呢, 还是更多地通过我的一个讲解, 建立一个分析问题, 思考问题的方法,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做到我们的复习备考。 好, 那首先呢, 我强调一下,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 是基于一个大数据, 是绝大多数同学会有这样的一个认可, 可能呢, 放到您的身上,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适用的, 所以呢, 首先, 这个保命三连, 先给大家交代清楚。 好, 那另外呢, 再强调一下, 就是其实你在去准备自己的复习备考计划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 我在这块给大家能够做到的, 是对于客观世界尽量客观的描述, 那等会儿我会谈到主观世界的问题, 那这个主观世界的问题, 就只能大家呢, 自己来进行把握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完美的客观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子。 首先呢, 我们从这个科目的一个特点上来看, 我们呢, 可以把这六个科目, 按照侧重计算, 还是侧重记忆, 或者说就是所谓的文理科的一个性质, 来对它进行一个拆分, 那刚好呢, 是3v3, 也就是会计, 财管和税法, 它呢, 天然的会更侧重计算, 而我们的审计, 经济法和战略, 会天然的更侧重于记忆, 也就是它更擅长于文字表述类的一个表达, 所以这块呢, 是我们第一个分析这六个科目的一个维度, 也就是有三个是比较偏理工科性质的, 有三个呢, 是比较偏重文科性质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各个科目, 它的一个学习符合曲线的问题, 那什么叫做学习符合曲线呢? 就是有一些科目, 比如说会计, 审计, 财管和税法, 我本人呢, 更愿意把它们比做是老火亮汤, 也就是在我们国家广东地区, 其实呢, 大家都非常喜欢煲汤, 那这个煲汤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 这个温火去慢炖, 才能够把这个里边的这些食材, 它的这个味道, 它的这个营养彻底的激发出来, 那其实呢, 从学习的角度来看, 你比如像会计, 像审计, 像财管, 甚至是税法, 它其实也是需要大家一个比较漫长的积累的, 就是我们国家那句老话, 说师父领进门, 但是呢, 修行在个人, 也就是这些科目, 它不是一个速成的科目, 它是你需要长期的付出时间, 精力, 这个时候你的水平, 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提升上来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科目, 其实我们在复习备考的前期和中期, 就一定要注意到, 对他们的一个时间上的投入, 我必须在前期, 就做好相应的一个积淀, 那在后期这个水平才能上得来, 我不可能寄希望于说, 像会计, 我能够在十天半个月里, 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水平提升,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你比如说像财管, 像税法, 那它是需要你大计量的去做题, 给自己完成一个训练, 那才可以的, 所以这块呢, 对于它的水平提升, 就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现象, 好, 那与之相对应的, 就是呢, 我们的经济法和战略, 这两门课呢, 它其实有一点点, 像我们中餐烹饪里边的这个爆炒, 一定是大锅, 热油, 进去之后很快速的就给它翻炒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结合咱们学习的一个特点, 那对于经济法和战略, 那可能就是你需要比较短的时间, 你这个水平很陡峭的就上去了, 当然, 如果说呢, 你比如说有十天半个月, 不看经济法和战略, 可能你这个水平又迅速的就掉下来了, 所以说呢, 如果对于经济法和战略这样的一些科目, 它天然的科目特点就决定着, 它呢, 其实是比较适合突击和冲刺的, 所以说呢, 在复习备考中, 如果咱们是会计, 裁管这样的科目, 我们可能是在复习的前期和中期, 要多去发力, 而如果说咱们今年, 复习备考的是经济法、战略, 那可能呢, 是在我们复习的中后期, 或者呢, 坦率的来说, 就是在考前, 我们需要呢, 对它进行一个大计量的时间投入和学习, 也就是它更擅长的是突击, 因为你通过突击,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提升自己的水平, 所以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呢, 从学习符合曲线的角度, 我们能够看出来, 说这六个科目, 还是呢, 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进行分类, 好, 那接下来, 其实呢, 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科目之间的一个前后的搭接顺序, 那既然咱们现在要考的是, 是注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考试, 所以呢, 会计就是咱们的一个基本功, 它就像你去玩大富翁游戏一样, 会计就是你一切的起点, 所以说呢, 会计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会计作为起点, 之所以把会计说成是基本功和起点, 是因为呢, 大家对于审计, 税法和裁管科目的学习, 它其实是会调用到你会计的一个基础知识的, 当然这个基础知识的一个调用, 我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注册会计师, 会计科目的考试, 比如说你具备中级职称会计的一个基础, 那这时候你去学审计, 其实已经是足够用了, 但是呢, 如果说你会计完全是零基础, 你连富试记账法里面的借和贷都分不清楚, 那这时候可能呢, 大家去学审计, 税法和裁管, 可能你会觉得有一定的进入壁垒, 有一定的障碍, 所以说呢, 对于审计, 税法和裁管这三门课, 我会建议大家呢, 和咱们的会计同年备考, 或者是呢, 在会计之后的年份里边来进行备考, 这个呢, 是从科目之间的一个搭接顺序, 来给大家呢, 进行的一个分析, 好, 当然, 我们诸块考试呢, 一共是六门课, 那除了前面谈到的这四门以外, 剩下的经济法和战略, 其实相对来讲呢, 它会比较独立一些, 当然, 战略可能在个别的知识点上, 和审计啊, 和裁管, 甚至是和经济法, 有一点点关联, 但是这个关联呢, 是一个弱相关, 其实对于大家的一个复习备考, 不会呢,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所以, 这些科目之间的一个前后搭接的逻辑顺序, 也是大家呢, 在去确定自己当年, 复习备考科目的时候, 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因素, 好, 那这块, 我们呢, 这个因素都考虑清楚了, 那这块, 给大家呢, 说到的是完美的客观世界, 那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 那我们在去决定自己当年要去复习几门课程的时候, 其实你需要考虑这么几个因素, 首先第一个要考虑的, 就是这科目之间前后的一个顺序和关联性的问题, 就是我前面谈到的, 会计它是一切的基础, 那这块审计, 税法和裁管, 最好呢, 在会计当年, 或者是会计通过之后, 再来谋求这些科目的一个复习备考,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要奉行难易搭配, 也就是有些科目是高通过率, 有些科目呢, 是低通过率, 这样子我们可以做到一个难易搭配, 让我们的一个复习备考呢, 它更科学合理, 好, 那除了难易搭配之外, 我们呢还要讲求的是文理搭配, 也就是有些科目它是靠计算的, 有些科目它是靠记忆的, 那你不能说今年我解决三个背诵记忆的科目, 那明年呢, 又解决三个纯靠计算的一个科目, 那这时候可能这个左右脑的一个使用, 就不是特别平衡, 所以这块, 我们再去考虑这个科目搭配的时候, 还要考虑这个文理搭配的问题, 好, 那除了文理搭配之外呢, 其实还要考虑不同的学习符合曲线的问题, 就是有些科目它是适合前期中期发力的, 有些科目适合复习的中后期发力, 那这时候我把这样不同的科目给它混搭起来, 是不是也会使得我们的复习背考变得更科学, 更合理, 好, 那这些因素的考量, 其实就是我前边给大家谈到的一个完美的客观世界, 也就是客观的事实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再去准备搭配的时候, 其实你还要考虑主观问题, 那什么是主观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 您的基础如何, 比如说您在大学或者研究生, 学的是否是财经类的相关的专业, 那您之前是不是有过相关的一个考试的, 复习背考的经验, 如果说您已经通过了会计支撑考试, 和您完全没有来学过财经领域的任何东西, 那这个基础其实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说呢, 这块基础, 它可以是您相关的一个学历教育背景, 也可以是和您工作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也有可能呢, 是您在其他的考证路上的一些复习背考的经验, 这些都可以视为是您的一个基础,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任何一个考试, 它都是时间的一个堆砌, 所以说这个时候, 您每天能够拿出多长时间来学习, 也是对于我们科目的搭配有很大影响的, 如果说您是研究生在读, 每天至少能学6到8个小时, 那您就可以考虑多报考几个科目, 那如果说您就是一个996或者007的一个打工人, 那这时候可能对于您而言, 每年通过一到两个科目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选择, 好, 那除了您的基础和可供分配的有效学习时间之外, 其实呢, 大家不同的一个学习习惯, 学习效率, 那也是不同的, 换句话说, 您的一个小时和其他人的一个小时, 看起来都是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但是有可能它的学习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里边呢, 一些主观因素的考量是需要大家呢, 自己去辨析和体会的, 好, 那这块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完美的客观世界, 给大家突出了主观因素要去考虑的内容, 那最后相信呢, 不需要我多说, 大家可能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最切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一个科目搭配的解决方案, 那当然在这块呢, 我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 那我的这个推荐呢, 是以一个科目到四个科目为主, 但如果说您想考五科六科, 这时候您需要做的是排除吧, 好, 我们首先先来看, 如果说时间有限, 当年呢, 只想备考一个科目, 那这时候呢, 建议您在会计和经济法中来进行选择即可, 好, 那如果说咱们想备考两个科目, 那这个呢, 也是很多新手一上来的选择, 那在这块呢, 最经典的一个套餐, 就是呢, 会计加量法, 也就是会计加经济法, 或者是会计加税法, 这个呢, 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那这块呢, 咱们不追求说从众, 但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往往呢, 还是会有一定的道理, 那在这块呢, 还有两个不太推荐的方案, 一个是会计加财管, 那这个呢, 其实我之前和大家谈到过, 其实会计和财管这两年, 都属于通过率特别低的科目, 那其实对于会计和财管, 单一一个科目, 您至少有效学习时间, 要达到400小时, 才能够谈能否通关的问题, 那这时候, 如果咱把财管和会计同年备考, 那其实意味着您当年, 至少要有800个小时的, 有效学习时间, 对于绝大多数的考生而言, 这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量, 所以呢, 其实对于会计和财管, 建议大家还是错峰出行, 他们两个人同年备考, 大家的压力确实太大, 这个呢, 只是一个结合绝大多数同学的一个情况, 给出的一个建议, 那这块您更多的, 还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评估和考量,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会计和审计,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比较公认的, 一种比较经典的搭配, 但是呢, 会计和审计它的特点就是, 难度都不低, 而且呢, 课时量都是比较长的, 所以说呢, 相比会计和量法, 后边的这两种选择, 它呢, 其实难度会更高, 所以大家呢,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看一下, 好, 那剩下呢, 就是三个科目和四个科目, 那这块呢, 大家就可以按照我这里边的表述来进行选择了, 首先呢, 肯定会计是必须要选的, 然后呢, 从税法, 审计和财管里边, 我们三选一, 在经济法和战略里边呢, 我们二选一, 好, 如果是你当年备考四个科目, 那可能呢, 是这三个里边, 你要选择两个, 好, 那这块呢, 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下, 其实这个科目的一个增加, 那对于时间和精力的消耗,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线性的, 甚至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加, 而且呢, 你也要考虑到, 对于你主观心理因素的一些暗示和影响, 好, 那这块呢, 就是稍微带着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对于我们刚开始接触到, 驻快考试的学员朋友们, 应该如何去思考和分析, 这个具体科目的一个搭配, 我们应该用几年的时间, 更科学的安排, 我们的复习备考的全过程, 那这块呢, 我还是真诚的希望大家, 不要去记这个结论, 我们还是呢, 静下心来,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和我们这些科目之间, 需要考虑的因素, 认认真真的, 给自己呢, 做一个复盘, 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我们扬长臂短, 去制定一个最切合自己的复习备考计划, 好, 那我们第一讲呢, 先和大家讲到这里,